新加坡民防部队同警察部队正在检讨全职国民服役人员和战备军人的部署 以便将他们更好地融入到实际运作中 并让他们有更多机会担负前线领导工作和专门职务 副总理张志贤在内政团队表扬国民服役人员对国家贡献的颁奖礼上表示 整合全职国民服役人员和战备军人的计划正在敲定当中 明年将公布更多详情 张志贤也为内政团队战备人员协会的新标志主持节目 并参观了刚翻新的五级八都战备人员俱乐部 协会也发出新的会员卡 战备人员在1500家时尚娱乐和餐饮店可享有更多优惠